路面前的食物 大家好,在街上,碰上网友 网友都问,这段时间好像出了小片 そうだ,旧的网友会知道每年底 我都会煮大餐跟家人煮下餐 加上早前去了十多日中山 就是这样就较少出片 今次去中山又真是发挥了几多正东西 跟大家分享 这条片这餐就是令人吃完之后 都会很想再吃 而且长者就只是收59元人民币 可以吃到世界各地优质的酵肉 而且还是自助餐任食 不过这餐就是我家的任食自助餐 今天2024年1月1日 又一年的过去又老多一岁 人一晃就老 不要自尋烦恼 意外生活活好当下 这一刻就会带来开心 煮一个大餐 除了带给自己开心之外 又带给家人温馨 上一条片有观众网友留言问 师姐最近你这么久没出片 是不是吃制了呀 那现在就回答这位网友 你就放心啦 我就吃家里饭多的 外出吃饭就是调制生活 和社会接轨 是不用担心我会吃制的 还有开心慶幸的就是我和师公 这一把年纪仍然可以 行动到一汤七菜 共八个菜的制作 拖车仔两个人一起去买菜 都去了三次 预备功夫加上煮都用上了一日多 我祝我们自己年年健康 可以继续每年年尾都煮大餐 最多就是八个菜变成六个菜 再迟些就变成四个菜 同时祝大家都身体健康 新的一年试试清心如意 现在就要转入直路了 讲回这条片分享的清心如意的一餐 我们就大概五点半钟度 都挺大间下装修简约 但不失雅致 整间都很多卡位 但我就选了充满自然质感的空间坐下 我觉得这个装修又是很聪明 将假的植物放在玻璃里面 不用整天去抹尘 配上灯光 就令到整个环境都很光亮和温暖 坐得很舒服 吃得很回味这一餐 这里的手法就相当之生命 除了有专人负责烧烤之外 还有几个服务员 就负责出转轮楼 将新鲜热辣的食物送到你台头 要多少就切多少 要变分就切变分 然后就放上一个下面有火兴住 保住温的碟上面 我们一点都不浪费食物的 样样都是要少少就够了 吃到才好拿 但是很香 我平时都会买不同国家的肉类 花企自己烤焗的 吃得出真是优质肉 连半条腸都要两份分 你说我怎么会食制呢 接着这里就连我们两个朋友都离了 四人份量在这里 为什么这么强调不要多 因为还有一个自助餐 现在就拍给大家看一下自助餐 小 côté那个房间 点免得 订阅 在来 在下旁边 盖 发病核 打扇 或砸 cowboy 你在这里 Bah 小 英 快 揉 盛备完的,我继续,最后还有甜品 这一餐我用芝香鲜甜,纯正而美味的酵肉来形容 肉的品种也不少,有肥牛,黑毛猪,羊腿,牛腩,羊排,鸡翼,或芝士焗蝦等等 特别推介的,除了新鲜燕烤的各种肉类和蔬菜之外 还有我们就吃了很多新鲜现切的水果和沙律 不过就想着聊天,不记得拍摄 至于饮品方面,最初有一大瓶柠檬水是任不饮的 饮完就会添加,其他的饮品就要另外收费 不过对我来说,汽水饮品我们就没什么兴趣 柠檬水我们就超赖了 水果还有烤菠萝,不过我们就已经吃不下了 专人烤制,每一样食物都烤到盒到好处 而且每位服务员都非常之 nice 一美叫我们拿食物 我说,相机吃了就当我们吃了就可以了 哇,你看真是多好心思 连小小焦点都会用剪刀剪掉才给客人吃 另外,要提一提,如果坐得不近出肉位 即是出菜位,就像我这样 我选环境坐,就坐得比较入 总是会眼白白看着服务员 拿着食物走到半老,就已经没了 但不要紧的,只要跟服务员说 你多点买下来 不用生气,他们很好人的 这一场巴西烤肉在哪里吃呢? 就是你家南里奥巴西烤肉 我在中山华发商都的南里奥 深圳都有几间分店 待会我会告诉大家 还有,下一条影片我会说一下 中山东区华发商都的地点,近哪里 还有当中其他我吃过的食肆也会说 现在先给了地址和价钱给大家 买在108元位 如果在大众点评买二人餐,就是208元 每位就是104元 其他餐我都顺手放上来 给大家自己慢慢看 至于长者,就什么都不用做 就这样,现场walk-in 就59元位就可以了 现在深圳其他分店,我就顺手放上来 如果有对的区的话,就请大家自己 进去大众点评查地址 而我最想去的就是这一间 在军兰湖的新店 就说有9个亮点 我就特意展示出来 放大一点给大家 作为一个参考 就有地址,交通 我如果去了之后,就会在字面和大家分享 我的频道C生活 是乐于将平淡的生活 博得有滋有味 就是学玩乐的心得和大家分享 喜欢我的影片,就欢迎订阅C生活 记得按下订阅旁边的小钟 就不会走漏我所有的好介绍 如果觉得我做得好 顺手帮我点个赞 另外想告诉大家 我的Instagram 在2024年1月1日 就终于面世了 有时有些网友问我 有没有Instagram 其实拍YouTube以来都真的很忙 没有时间去搞 终于在2023年最后的一晚 下定决心 开始Poll Instagram 就由一餐我和司工粗刀的家 的随直餐开始 请大家Follow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